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Sodiac Trader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经济的前景 以及我对人民币 还有中美贸易战局势 后续的一些看法跟走向 然后呢 这期视频呢 应该会聊到很多的 我近期的一些 比较深入的一些观点 所以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这一个频道呢 一直不走任何形式的政治主流 我们不会为了流量 去讲任何人的好话 那我们尝试中立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一百的中立 但是我们尝试去做到 一个相对 这次工程 就是比较 应该我会说是比较 both sided and balanced opinion 就是比较平衡的一些看法 那今天这篇文章 讲 China economists ramp up expectation for rate cut spending 很多人去想 想要知道说 这一次中国经济 它降息 是不是有效果 然后大规模的货币政策 究竟走向如何 然后还有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一个后续的走势 会往哪里走 那在进入今天的人民币 还有中国经济的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吧 因为现在 Trump 2.0时期 他的整个执政班底 我认为跟2016年 还是有 较到本质上面的区别 因为 2016年的时候 Trump算是一个政治素人 他没有 一个比较稳定的团队 他也没有执政的经历 然后他一上来就做总统 然后 虽然说他原本是在这种 毕竟他爸爸给他了这么多的财富 他本身出来是一个富二代 也可以结交一些权贵啊 或者是一些 华盛顿里面的人 但很明显啊 因为 他毕竟不是很熟悉整个 白宫内部的一些政策流程 跟这些走向 所以相对来说 2016年的时候 他缺团队 然后缺信任的人 然后他对白宫的内部 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然后当时其实共和党呢 也并没有完全的这个 这个应该说是川 川黄化 就没有变成这个是 Trump一个人的一个政党 那应该这样讲也不是很准确 因为共和党的现状 的确是在现阶段 在Trump之外的话呢 不太有第二个中心 那即便万斯 我个人非常看好 Vance他的一个口才 你不可否认的就是 万斯是一个很会站队的人 他有政治嗅觉 然后因为他毕竟曾经也 也说过这个Trump是Hitler 也曾经不认同过Trump 那但是他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机里面 很明显 他获得了这个Trump的赏识 Trump让他成为这个副总统 他的口才还有他的辩才 其实是有一定的过人之处 那我不排除未来 万斯会有 因为毕竟万斯非常的年轻 他在共和党有非常大的作为 跟可能性 但现阶段来讲 现在的这个Trump时期2.0 那这个Trump他是非常强势的 就是说你看政治氛围 还是现在这种情况 Trump已经高度 就是说你在共和党里面 如果你不是Pro Trump 你就会比较边缘化 然后再加上现在 美国参众两院 都是共和党占大多数 所以就不像是过去2016年的时期 就是共和党当时有很多的政策 想要做下来 但是因为民主党在国会中 仍然是占有相当的位置 所以民主党可以比较容易的 把他的一些政策挡下来 就没办法延续下去 即便我之前不反复强调这个Biden 他仍然还有民主党保持了 其中的大部分的一些政策 但是仍然啦 Trump有非常多的一些政策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机会 去贯彻到底的 那这一次Trump 2.0的 这个时代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些障碍都被排除了 然后呢 现在也有一个新的团队 那我把这个格局吧 叫做这个 左青龙右白虎 因为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 Elon Musk 基本上是All in Trump 然后在科技上面 他有Elon Musk 在经济上面 他有这个Bensant 就是Bensant 他原本是这个 索罗斯基金的副手 也是参与多次 像是英国 那个银棒 还有聚集泰铢这类的 这个货币交易的大空投 让这样牛逼的一个交易员 去成为一个财政部长 所以应该说 对中国来说 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执政团队 应该说很明显啊 用来者不散 这四个字去形容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 现在的这个总体的来看呢 很想必 这个Trump在这次任期 不会遇到太多的一些阻力 跟麻烦 还有这个挑战 然后 美国现在也的确 从政治的钟摆来看 它是往右边摆的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 越来越多思潮的转变 包括极左路线的一个总清算 那具体我们后续我们再讲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在理解 中美的一个框架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去 刚刚先去理解这个Trump 这个1.0跟2.0之间的区别 那这中间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 其实就是拜登的连任 我之前其实就评级过 就是为什么这次民主党会输 因为民主党内部 其实他也没有非常的民主 也没有非常的透明 因为大家等于选出 选出哈里斯 过来去选 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内定的一个结果 然后 其实是应用了这个 哈里斯的这种多重的身份 因为他既有印度的协同 又有黑人的协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硬生生的把它推上去 然后再加上拜登状态非常不稳定 这个脑糊涂了 所以呢 其实对拜登当然是非常的不满的 你从很多公开场合都能看出 这个是民主党内部的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民主党和这个拜登之间的矛盾 然后你可以看到后续 在竞选的过程中 这个当佩洛西还有奥巴马等等 这些不断的为这个党派 这个加油呐喊 在拉选票的时候 你看那个拜登在旁边 基本上就是故意捣乱 故意捣乱 其实我非常清楚了 他这样做应该也是因为 非常不爽 民主党内部对他造成的一些这种 因为他肯定还是要想选 这一次的总统的 但是他被剥夺了这样的机会 然后再来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他应该 因为Hunter Biden 你看到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Hunter Biden 他特赦了自己的孩子 对吧 那我们有今天 其实来到一个时代 右翼往这个右翼 抬头的这个时代 我们叫家天下 对吧 你韩国有这个隐姓院 护妻 然后美国有这个 这个拜登护子 然后还有这个Trump 安排这个亲信到白宫内部 那这个也是火酒店 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家天下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去了解这一点 就可以明白 其实民主党自己内部 不只是两党之间的内斗而已 还有这个 应该说民主党内部的一个内斗 那么民主党内部的内斗呢 也是这个 这一次民主党败学的原因 那最终 是怎么影响到现在Trump的任期呢 就是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就是这个 这次Trump起来呢 他会去对过去 搞过他的这些人进行一些 应该说是清算 但是他可能用的方式 不会是那种 非常暴力的那种方式 就是把他们炒鱿鱼 就通过这种政府裁员的方式 把他们裁掉 把这个政府机关 非常腐败 非常冗余的这种 低效的财政系统 去做一个减轻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下面呢 两党应该 都需要在 在这个中国议题上面强硬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只是过去在 民主党的时期 这个应该说是 大家都是还可以在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还是可以去谈判的 民主党还是会留一些 小后门啊 或者是一些东西 那还是可以勾兑的 但现在这个共和党上来 难度 我不能说完全不能勾兑 但是难度肯定会 就是矩增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认为这一次 加上这个团队来说 这个中美之间贸易战的格局 会更加的激化跟恶化 所以我们不要去指望说 像是2016年的那种 那种形式的贸易战 我们应该这是要去 准备一场更加全面 更加彻底的贸易战 那这个是一个 我认为这个大格局的一些变化 那现在当然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跳出来 不断的说要去降息就可以刺激经济 但是我还是需要去指出 就是现在很多的资金都在撤出 很多的大投行也其实在通过一些 Shanghai的Summit要求把资金撤出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资金不断的在外流 那利率它不断下调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经济通缩 必须要通过降息 来去想办法去刺激经济 那么降低老百姓持有房贷的一些债务成本 因为如果债务成本能够降下来 那就是起码说对于大部分来说 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但是光透过降利息 你说能够让 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中美经济的 或者是贸易战的格局 会有一些可能更好的看法吗 或者是说对于产业的发展会有信心吗 我觉得倒不见得 我们会看到贸易战的风险 还有这些恐慌的情绪 是远远大于这种 看多国内经济的情绪的 所以说我认为降息的话呢 没有办法 其实已经到货币政策的边界了 就是你能够做到的 只是让人们减缓人们违约 或者是破产的步伐 但你没有办法使经济复苏 所以为什么之前的视频强调了 It's not a relief It's not a stimulus It's a relief It's a relief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不是一场经济刺激 它的本质是一场经济上面的救助 救助的意思是什么 救助的意思是说 你在走向很烂的过程中 然后你会变得更烂 然后救助是想办法停止 或者减缓这个趋势 但经济刺激是什么 是从负到正的过程 原本的经济可能不好 那么通过这个经济刺激之后 情况能够有所改善 所以其实我觉得 看接下来的一个月20号 我觉得白宫新上了这些团队之后 这个双方肯定会互相加码 这个贸易战的一些限制 当然中国也会向美国递出一些 像是这种贵金属 这种稀有金属的一些制裁跟反制 但我还是要讲 经济系统里面 你要看谁是最大的buyer 你要是看谁是最大的需求商 那大家还是愿意去赚dollar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趋势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降息其实对经济的一个刺激性有限 所以长期来看 我们对于人民币的一个 CNY的一个走势的看法 也不深乐观 当然这些没有办法在墙内去讲 没有办法去说 但是希望各位去理解这件事情 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要去注意这一点 尤其在贸易战走强的 情绪走强的情况下 美元也是进入一个强周期 所以不要在这个时候抱着一种看法 就是想说人民币高度可控 所以还是做多人民币 当然这点对于国内的一些朋友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 因为毕竟 对吧 你想说你如果主要都是在国内生活 那你持有外币也不太方便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需要去 如果你有一定的条件 可以去做一些移民 或者是做一些 好外留学的动作 没想办法去融入外部的经济体 但如果没有这样子想法的个人呢 也就意味着什么 你可能要去承受 中国经济全面通缩 所带来的一些恶果 也就是由于这个经济不断的通缩 你导致这个流动性也不断的降低 那市场上你会发现薪资增长 越来越疲乏 越来越弱 然后工作机会受到影响 你发现过去可能简单单上万元的 上万人民币的一个工资很简单 但未来呢你会发现 上万人民币的工资越来越难找 可能那个薪资也在普遍的在往下调 那么同时人们之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内卷 所以应该说未来的这个时代呢 是未来的三到五年 这个贸易战的一个打法的状态下呢 就业市场会持续更深的恶化 那现在房产呢 这些资产其实也是无助了 但它最终还是会下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在更加反映时的邻意价格过了 strong commitments 当中共的权贸、The communist party decision making wanted to boost growth with a more proactive biblical policy the Politburo also signal a shift to a morally loose monetary policy away from a prudent approach maintained for about 14 years The meeting fully reflected top leader's determination to push for economy continued improvement to lift market confidence economies 就是讲这些 bombo rumbo 讲这些这个blah blah blah 其实本质上面还是离不开 就是大统领的一个想法 想要去压降利率 但是光靠压降利率 这一个方式是远远不足的 我还是说了 你会有边际效益 对吧 你不是一朝吃变先 你需要财政政策 你需要国家 真正提供 就是真金白银出来 但是现在各级的政府 应该说地方 尤其是地方的政府 还是处于这种 财务的压力这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个体制内的一些 薪水啊 待遇啊 都在不断的缩减 然后这边写 Chinese economy ensures signs a revival in recent months after official rolled out the broad stimulus package but its longer term outlook unmains uncertain 应该说 他有没有丢动性刺激是有 但是他有没有提出一个长远的经济政策 或者是持续的经济政策的支持 我觉得力道是非常的弱的 OK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on Tuesday that China is fully confident in achieving its economic growth target like this year of course he's gonna say that 当然他会这么说 但是事与万为 China will deliver biggest rate cuts in a decade 就是说如果你你今天在中国经济 那你就想办法多借点钱出来了 那么你借钱出来 反正他的利息会越来越低 成本资金成本也越来越低 所以能够借到越多钱的人呢 就能够 而且又有资产流动性的人呢 就能够对吧 化这个腐朽为奇迹 你能够有一个在海外资产配置的能力 你用在国内借款在国外去做一个配置 其实是很好的一条路线 A larger physical deficit means the government will borrow more to fund increased public expenditure which could help boost domestic demand as companie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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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也说了很多了 那我觉得都是一些场面话了 但是并没有讲到一些 一些本质上面的一个新的政策 或者是任何新的一些规划 对经济来说要树立信心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长远的一个计划 那当然这边也有 Economists at the Sun Security suggest that Senior governments might purchase unsolved homes 就是烂尾楼 会买这些没卖出的房子 就是烂尾楼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资产的一个 不良资产包 做一个处理 想要做一个化债的动作 但是问题不在化债 问题是在经济的刺激 需求更重要 经济的信心更重要 光是把债化掉 跟把债做一些整理 打包或者剪计 对于经济的提振效果非常有限 重要的还是产业 产业的发展是最重要的 产业有点是第一 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办法通过省钱 变成富人一样 他必须要想办法赚更多的钱 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富人 对吧 我们没有听过一个人通过省钱成为富人 对于国家经济财政也是如此 对吧 那今天的一个看法 我们简单聊了一下 中国经济中美贸易战的一些格局 聊了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各位可以和我们在这个评论区互动 那以上节目 这个请订阅点赞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